我们的这期作业 可以是什么的电影 作业太高了 根本做不完呀 不如把作业撕冷家会给自己吗 小美老师 我们安装在 假期作业里的窃听器 收到情报 小平等人 企图破坏作业 再后假话给一只猫 放心吧 这种小儿科的手段 他们是不会干的 这些就是小儿科的手段 很容易被小美来支持 不 今晚上买答案吧 我知道有一家黑店 专门买假期作业答案 前侧的他们正在网络作业答案 修改他们的邮件收获地址 然后把我这份特决的答案 发给他们 你成功拦截负载答案的邮件 正在发送特殊答案 那好了 那家把答案发送到我的哪里了 想要答案 买答案 小平老师这些预料到了 有人会买答案 气死我了 没事 我叫我高中表哥把我们写 快点试诞学吧 每天不省时间 做夜都睡不着觉那种 夜都睡不着觉 跟你们们在睡 跟你联系 黄头正在打电话 给他的学霸表哥 天鹤老师 给我把黄头 给我出去的电话号码坏了 诶 这个吗 都救手机 手机箱 救手吧 诶 这个 不收救表哥 是不是打错了 我再试试 诶 这个吗 都要 老鼠要 试了绝对跑不掉 我把个电话打不动 还是我的办法吧 我们把这些罪业 全部切成一针一针的 然后让别人帮我们做 要谁帮我们做 这个问题还挺像小学中作业 诶 这个 帮我们做个自律温军电场吗 可以啊 诶 这个 帮我们做个自律温军电场吗 哈哈 есь为你们的笔 都被我替换成了 魔术笔 消失笔啊 消失笔啊 誶 priorit